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样子的一个关于色彩进物绘制的课程 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学习了有关几何体进物绘制的这样子的一个素描的学习 那么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将正式的进入到了一个色彩学习的过程当中 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学习了有关一个球体这样子的绘制的范例 为什么我这里要说到球体呢,是因为今天的课程,第一课呢 我们先用一个色彩分析的方法呢,来画一个简单的苹果 大家都知道,就是苹果的,其实苹果的本身的一个造型呢,是一个圆球状的这样子的一个球体 这里呢,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学了有关这样子的一个球体的一个绘制的一个方式 那么简单的说呢,实际上呢,我们画苹果呢,实际上也就是要在这样子的一个 球体绘制的基础上呢,加上我们的色彩,然后还要加上我们对这个苹果本身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分析 好,之前呢,我们是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 好,我们在画球体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我们这里快速简单的来完成一个球体 好,快速简单的完成一个球体 好,我们按照之前的一个方式呢,首先呢,是分阴影 分阴影,分阴影 分阴影,然后呢,找到入射光线 分阴影,然后呢,将入射光线的位置出来 然后呢,我们把迷暗交集线找到 然后把迷暗交集线和反光找到 这里呢,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把投影找到 我们把投影找到,这里呢,我快速的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绘制 那么在以后的这样子的一个绘制的范例当中呢 我都会采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进行绘制 好,这是球体 这是,入射光线 那么我们找到 那么我们把一个石膏球体啊,快速的画出来 好,高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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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迷暗交集线 这是迷暗交集线 迷暗交集线呢,是一个比较深的地方啊 迷暗交集线是一个比较深的地方啊 这里呢,是一个灰面啊 这里呢,是一个灰色的一个面 那么你在这个 这是迷暗交集线 这是迷暗交集线 好,我们需要把过渡呢,稍微 柔和一点 好,接着呢 啊,我们加入一个 之前学到的一个内容啊 反光啊,反光 反光 那么就是一个 啊,球体的这样子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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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影的 啊,这里的投影边缘啊,画的有一点点死 啊,画的有点死 但是没有关系 并不影响我们 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绘制 并不影响我们进行绘制 好,接着呢,我们快速的把这样子的一个 背景啊,画出来 好,那么我们营造出了一个 啊,营造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关系 啊,营造出了一个空间关系 啊,营造出了一个空间关系 始终要将我们的 啊,始终要将我们的物体呢 放置在一个空间当中 而不要让它孤零零的 啊,出现在你的画面上 所以说这也就是说 背景和物体之间的一个联系 啊 好,这一部分呢 比较重啊 这一部分比较重啊 背景呢 整个的这个立面啊,稍微重一些 稍重一些 好,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快速的啊 将一个素描关系的一个球体呢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啊 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啊 因为相信在 大家对这种啊 几合体啊 我们这里放在旁边 大家对这个几合体 球体的这样子的一个绘制呢 已经比较熟悉了 那么我们来想一下啊 就是说 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内容呢 是要完成一个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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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呢 我们来先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先在这里啊 先画一个大的一个素描关系的一个苹果 大的素描关系的一个 应该是不是素描关系啊 这是一个结构关系的一个苹果 我们先把一个苹果的结构关系呢 我们先把一个苹果的结构关系呢给移出来 在任何一个物体的时候呢 我们都不能够把它想象成一个什么呢 一个平面的物体 一定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立体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立体的这样子的一个球状 如果是画苹果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不想象成一个球状 那么其实这里呢 我也画了一些相应的一些结构线 相应的结构线 相应的结构线 这个结构线 这里呢 我把它强化一下 相应的结构线 稍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而且我们在进行绘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画这种物体的时候 尽量不要 不要画圆 记住 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东西 宁方物圆 宁方物圆 所谓宁方物圆是什么呢 我们找到一些 一些关键的一些点 那么比如说在这个苹果上面 那么相信大家也会找到一些 对应的一些图片 对应的一些图片 那么这里我来分析一下 这里我们从网上找了一些相应 好这里我们来看一张图片 这是我从网上随意找的 这样子的一个苹果的图片 我们所谓的 宁方物圆究竟指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这张图转成一张黑白的 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 切记不要把它画成一个圆球 确认一定不要把它画成圆球状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 如果你画成这个样子 那么就有问题了 就是你的画面就会出现一些 比较典型的新手犯的问题 典型性新手犯的问题 这是一种圆球状 而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要看到的是这个苹果的一个 在空间当中的一个几合体的一个结构 几合体结构 重新进一下 出现一些问题 好 那么我们把这张图 这样子来做 回到我们刚才的这样子的一个 视力当中 要记住啊 一定要 画方 而不要画圆 一定要画方 而不要画圆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张图当中 在这张图当中 如果是像我们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 绘制的思路呢 那么就是把这个苹果 直接画成一个球体 直接画成一个球体 而我们这样子的分析呢 往往对于新手来说呢 是一个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问题 往往是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画成这样子的一个苹果 在这里 拨一个凹槽 像这样子 那么就是错的 这样子的话呢 是比较接近于石膏体的 石膏几合体的绘制 而并不是符合我们的 这样子的一个 苹果的这样子的一个固执 首先呢 我们要找到一个什么呢 在我们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找到几个点 那么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绘制当中 一直强调这个东西啊 最高点 最低点 这些点 而这些啊 我们要去学会去找一些结构点 这些结构点什么点呢 就是发生 就是说 去 实际上的这些 结构点呢 就是 一些 结构面啊 进行转折的地方 就是说 你尽量把这些 转折的面呢 进行一个控制 转折面 进行一个控制 这样子你画出来的东西 就会有体积感 就会有体积感 而且注意到什么呢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啊 这个苹果在这里呢 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 一个顶面啊 这上面还有一个面啊 这个面呢 是朝上的啊 这个是朝上的 这里呢 我们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而这里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看成 一个多边形的一个面 多边形的一个面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苹果 就会划分成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这样子这个形状呢 乍看起来啊 有点像一个地雷 但是呢 没有关系啊 不妨碍我们进行一个绘画上的一个理解 OK 让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 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 绘画的一个参考思路了 一个参考思路 所谓的参考思路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面啊 那么在苹果上面 那么我这里标注了 我把它标成一个紫色的线 这个线呢 实际上呢 就是离我们观众最近的一地方啊 这个紫色的线 那么慢慢的 这两个线呢 开始往后走 那么整个苹果的结构 也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同样的呢 我们这个结构呢 往上走啊 结构往上走 结构往下走 同样的结构往下走 那么这些结构线呢 就开始在这种苹果上面 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你看这样子 如果我们把它进行连线的话 所有的线呢 都在往这个地方走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理解 往中间的这个凹槽啊 凹下去的地方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汇集啊 这是一个 整个苹果的这个上面的 一个结构线的一个趋势 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啊 就是这样子的 你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理解之后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才能够保证它 我们画出来的东西呢 始终有一个思路 叫做宁方无缘 宁方无缘 就是说你始终画出来的东西呢 才会有一个节奏感 以及体积感啊 体积感会比较强啊 宁方无缘 这个是我们绘画当中 比较常说的一句话 宁方无缘 宁方无缘的 其实原理就是 让我们去分析结构 分析结构 那么这句话呢 是我们国家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美术教育家 徐贝宏说过的一句话 那呢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 并没有对这句话本身解释太多 但是呢 觉得他是说到了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要我们去理解这个结构 而不是说很很随意的 把我们看到的一些物体 就简单的概括成一些 非常非常 非常就说平面化的 圆形 三角形 六边形 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 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再来分析这样子的一个体积 就很容易明白了啊 那我们先首先呢 我们来简单的来分析一下这样子的一个 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啊 看似像一个地雷的啊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之上呢 我们 我们画出名暗啊 我们画出名暗 那么这里呢 我用一个紫色的线呢 来画出它的名暗关系 你看我这样子去画出来的东西呢 就会非常的有体积感 因为我的名暗呢 是根据这个啊 根据这个类似于像一个地雷一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来走的啊 所以说画出来的东西就非常有体积感 先分明暗 分了明暗之后呢 我们再找亮部啊 亮部我这个用一个反差 比较大的一个颜色来画好 那么其实这个呢 规律啊 是我们绘画当中的一个比较 是我们绘画 理解绘画当中的比较重要的一条啊 理解绘画当中的比较重要的一条 因为有很多初学者呢 并不理解绘画 而只是 而只是一糊涂画瓢 这样子进行一个 纯粹的一个临摹 但是纯粹的临摹呢 并不是不可 只是说呢 我们需要在临摹的过程当中 带入我们对绘画的理解 那么这里紫色的部分呢 我们就 你看到这里的阴影呢 实际上它是这样转折的 我这里最重的这个紫色的部分呢 实际上是代表了我的 要画的这个明暗交际线 明暗交际线就是像这个 球体的啊 中间的这个 最深的这个部分 明暗交际线 明暗交际线 好那么 它的亮面啊 亮面我已经画出来了 我们可以找一下 它最亮的面应该在哪里呢 那么根据这个受光的原理 那么最亮的面应该是在这里 那么这里呢 我用一个白色 把它画出来 这里呢 画的是比较 概念化的一个 方式 整个朝上的面 就是亮面 那么这样子 你画出来的东西 就会有体积感 当然这种思路呢 并不是说 我们最后画出来的东西啊 所有的苹果呢 就要画成这样 对吧 肯定不是的 肯定不是这样子的 只是说 我们在理解的过程当中呢 是这样子去理解 就包括我们去临摹 因为新人吧 总是会经历过一个阶段 痛苦的临摹阶段 去临摹的时候呢 一定一定要去说 去按照这样的思路 甚至于你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对结构的分析呢 放在你的绘画作品旁边 那么你之后呢 我们不论是画 简单的进物也好 复杂的进物也好 你都可以对这个结构呢 进行一个分析 那不会说画香蕉 泥 或者西红柿 或者说是一些绘画作品当中比较 我们经常会画到一些瓶瓶罐罐 等等等等 那么都可以以这种方式呢 去进行理解 那么这个面到这里呢 它是一个变浅的一个过程 我们到这里 同样的也是一个过度 这样子 我把这几个面分出来 其实这样子的话呢 就感就是 就有这种感觉 什么感觉呢 就是说来画 我们 之前我们有画一个多边形 多面体 多面体 就像这样子感觉 有点像画一个多面体的一个感觉 很像画一个多面体 然后把每一个面的一个颜色呢 把每一个面的明度 进行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绘制之后呢 再把中间的 这样子的一个 面与面之间的交界呢 进行一个柔和 那这里打个比方啊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画的时候 我们的面 面与面 一个面和一个面呢 可能是这样子的 一个面朝上 一个面朝下 那么 在柔和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把 这两个面呢 进行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圆滑 这个面依然朝上 这个面依然朝下 只是中间的这一段呢 我们变得柔和了 中间的这一段呢 我们变得柔和了 实际上呢 就很符合我现在 所绘制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律 慢慢的呢 就是这样子 将中间的这个过渡面呢 进行一个 不断的柔和 不断的柔和 最后你的体面关系呢 就会变得比较圆滑 接近于我们真实的 这个苹果的这个效果 好 那么回到这个 我们课程当中呢 那我们把这张图啊 放在我们的这个旁边啊 放在我们的这个旁边 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对吧 画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参考 好 那么我们 可以按照 这个苹果的一个结构思路呢 我们先来画一下 先来画一下这个苹果 这个图片呢 也是我在网上找的 找着 小刀 你 把苹果的结构呢处理一下 按照我们图片当中的这个苹果的结构 也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我们进行一个调整 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在画的时候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首先呢我们在关注形体之外的 关注了形体之外的 然后接着我们关注什么呢 关注色彩 因为呢 形色 两者是不能分开的 形体与色彩 两者是万万不可分开的 如果说我们要完成一张 色彩作品的话 就是最后呈现的是一个色彩作品 而不是一个单色作品的话呢 那么形体和色彩呢 都非常的重要 形体和色彩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在这个在这节课程当中呢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我前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形体的分析 然后接着呢就是说我接下来在上册的时候呢 跟大家讲的这样子的一系列关于色彩分析的理论知识 这个呢 是非常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 我们将苹果的形状调整一下 单是一个线杆的结构 只是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实际上的这些结构线 我画了一些虚线的结构线的来源 就在这里 只是处理的时候呢 我更惯用了一些绘画性的一些手法 就是会虚实 会一种虚实的表现 有些绘画性的结构 这一阶段其实呢 我应该花一些时间 把这个苹果结构画好 看似简单的东西 其实也蕴含了最复杂的道理 所以说呢 我比较尊重每一次 画画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和机会 然后呢 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大的投影关系画出来 大的投影 当然不用画的太 不用搁成这个样子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交代一下 轻轻的交代一下 大的一个轮廓就可以了 注意一下线的这种虚实关系 注意这个线的虚实 这是比较 好 这样子呢 一个苹果的一个这样的结构就画出来了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可以把这个结构线画出来 结构线 这个就是结构线 上面的面 上面的面 然后以及明暗交接线 明暗交接线 在这里画出来 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可以用于我们上色的这样子的一个线稿 线稿的概念呢 其实也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线稿也就是方便我们进行后期 不管是上色 画素缘也好 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所以另方物缘啊 不要把苹果画成一个 缘的东西 苹果并不是一个纯缘的一个造型 如果画成缘的话呢 会失掉一些真实感 这里这个部分呢 是苹果的凹下去的这个凹槽 凹槽 好的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线稿就完成了 接着呢 我来做什么呢 这里我演示的是一个 我就演示一个 黑白灰上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们先把一个明暗关系先画出来 就是先画明暗 还是一样的 跟我们之前讲的这样子的一个 先画明暗 先给它一个整体的一个固有色 先给苹果一个整体的一个固有色 这个应该不叫固有色 应该是叫固有的一个明度关系 固有的明度关系 然后呢 我们将苹果的这个明暗 明暗关系画出来 然后明暗 就是这里呢 是它的阴影 阴影部分 然后呢 投影部分 这是投影部分 投影的部分 好 接着呢 我们将明暗交集线加重一点 加重一点 明暗交集线分别加重一点 这样体积感才会出来 如果你画得比较浅的话 它的亮部和暗部的 它的体积感不容易 很迅速的表达出来 可以我们加深一点 我们找一个 适合放个银笔刷 注意这个固有的一个 形状 注意这个固有的形状 然后呢 我们将背景啊 同样的一画一下 不要把它孤立了 这是我们这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上次的方式啊 是整个的这样子的 一个基础课程当中的 一个所采用的一种上色方式 就是素描上次的一个方法 素描上次的一个方法 就是先画黑白 先画黑白 再画什么的 再上颜色 这种呢 比较适合初学者 这种比较适合 初学CG的人 再画黑白 加重 我们可以按照 这里呢 我们就按照一个什么呢 我们按照一个 我们按照一个 这里呢 我们就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石膏体的明暗分度规律来画 我们按照一个小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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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